陈先生和太太 开车在国道三号上 开到一半 车子缓缓失去动力 右边的大货车呼啸而过 接着车子越来越慢 最后直接停在国道上 换个角度来看 白色休旅车打着警示灯 陈先生高举三角警示架 他的太太则是拼命挥着衣服 要提醒后方来车 千万别撞上来 我们两个虽然当时没犯法互相沟通 我们就是尽力 要避开连缓追撞这种事故的发生 两个人就这样站在国道上 拼命提醒后方来车 过了十几分钟 陈先生再度上车 发动车辆 把车子移到路阶 他的太太也赶紧跑到路阶 画面写像寒生 瞬间车子完全起火 什么都没有 方向满卡子 静静流逆 我们的感觉就好像 都在一口移动的棺材里面 那我这次在高速公路上的 3月3号早上 陈先生开着这辆要价近四百万的进口修旅民车 从南投要到台中 才开了短短七公里 车子突然熄火 而且这已经是发生第二次 陈先生说这台车是三年前跟原厂买的全新休旅车 在今年二月才熄火过一次 短短不到一个月又熄火 而且地点还在高速公路上 真的是老天有保佑才没有造成伤亡 驾驶人立即摆设故障标志打双方灯 然后警示后方来车 然后人员要面对来车 不要背对来车 警方提醒要是在路上遇到车子熄火 第一步要先开警示灯 接着下车到车子后方放置警示架 接着打电话求救 但这样的情况已在发生 车主说这台车修回来 他再也不敢开了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